我想去广东 但是他把我的身份证拿走了 不让我出去 僵持了好久 然后他就让我把我自己的存款给他 他就让我走 当时我结婚之前 我自己打工挣了钱 四万块钱吧 我就全部取出来给他了 然后他才让我走的 是这样说的吧 反正那个时候 反正你想着一个扶手乱想的 那你们两个还有沟通有联系吗 为了孩子的是有联系 在广东上四年后嘛 然后他就回来了嘛 也是因为放不下孩子 我才回来 我很高兴 然后我在县城就按揭买了那个房子 回来我也在尽量的去做好 去弥补 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不用他做 他自己一个人的碗 他都不用洗都是我洗的 可以说是就是 他自己在外面安心赚他的钱就是了 我天天在做事去了 家里面的事全是他在滚 觉得这样蛮好的嘛 然后我们就生了第二个小女孩嘛 怀孕后跟他妈妈嘛 因为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有个争吵 他妈妈就拿之前我的事情 严语攻击我 我是在外面别的那个男人不要我了 我才回来的 说我不要脸啊 就骂我 有个好多次 那个闪门又特别大 我们住楼上 他住楼下 在那里大声说 我在楼上听得一清二楚 他就在我旁边 他也不说 他都不说 那我在那个家里的意义是什么 对吧 起码你要跟你妈讲 我已经回来了 那些话就不要去说了 我跟他说了 还是没应来 谁都说不听了 去年他妈妈又翻了之前的事情来说我 说我没有女人的三重四德 反正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然后还骂说要我去死 然后他也在旁边也一声没啃 那是真的一声都没啃好不好 我那个时候心里很乱 反正是 而且不止一次 好多次 我都一个人在楼上哭了好多回 那刚刚说的 他觉得只要我回来了 他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接受我 在钱上面烦着我 我就每一笔开销 都要去跟他讲 花了多少钱跟他讲 他才把那个钱发给我 你是那个时候在家带孩子没有出去挣钱的 对没有 你要花钱多点问他要 比如说我买个东西49块钱 他就装给我50块 最后面住到县城里面 来了嘛 开支也要大一点 他就给1000块钱一个月 一家四口 一日三餐一餐不少 1000块钱够用吗 不够用 我自己的钱我也就 藏着里面都花的都没了 他这个做法是 他确实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还是 不是不是 是他对我之前 就是做错的那个事情嘛 还没有真正的去接纳我 本来我知道是我做错事情在先 当然在这几年我觉得我也弥补了 但是我回来之后 他内心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去接受我 他回来这几年也是真正回复的 心里面那个坑可能我们有安全感吧 就是那个事之后 当心他万一哪天又跑了 他因为宝贝 你的宝贝 我让他去接受我 他要说 那什么时候 很正确定